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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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把我甩半道上 还长本事厉害 妈 你怎么每次跟我爸吵架都拿针扎的 30年了 我天天过的都是头悬梁追刺骨的日子 你妈就是一个逆魔头 灭绝师太 你再盯个嘴 你先盯个嘴 你快拔了 敢 我给你拔一个我看看 小样 我拔了 我救妈妈 我进去就摸你这个老虎屁股了 怎么着吧 好 进去啊 明天咱就去民政局 谁不去 谁软蛋 有我就不过 我们先来说说韩同生 她在剧里一直受到张凯莉的压迫 最终爆发 而且还遇到了倒追自己的爱慕者 是的 这也让眼里柔不得沙子的张凯莉十分的恼火 一场情感的风暴一触即发 让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吧 那这个大门 那性质可就变了 变就变吧 你不是厉害吗 你不胖吗 你不是牛吗 听人家吃饱饭 你在身中考虑考虑 这刚硬一概 那可真理了 我跟你讲 金正男的这一辈子 你都没干过 你现在我瞧不起你的车 今天你就干一回 你就男人一回 你让我看看 你就硬气一回 你车到哪儿了 你车停哪儿了 咱俩不是一家人了 不都离婚了吗 这离了 你这娘子 你还要挺苦 他家出大事 你什么事啊 你大事 他不知道 他把我给甩了 他外面有人想出去 这 这怎么回事 我怎么在这儿 你说 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你来这儿了呗 你还没有 昨天晚上什么情况 干什么没有啊 认对象啊 没监控吗 我爱上了 大栋 宋佑剑 从今天开始 咱绝对不许再开点玩笑 反正 我已经是你别人了 你自己看就办了 你怎么就成我的人了呢 你删了 我不删 你删了 我不删 你别碰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快快快 下次 求求你 把那个照片删了 再说一遍 把那个照片删了 行不行 爸跟你发誓 我跟他 我 我们什么事都没有 老杰 没关系 你把孩子难过 我可以当你 两情若长久 又亲在朝朝不复 我可以当你的 老杰 你想一想 如果我俩真没个事 为什么他要跟我拍那些照片呢 就是我 你当我疯了吗 我告诉你 你这样子 你不就是一个小破主任吗 一没权 二没权 三没人铁 我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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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个梦点 是为了来看看你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在我心中 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文川 你好 曾经好 好好好 这个 这也不能介绍 我自己介绍 好好好 这位是我新交的男朋友 李妍 好 庆会 庆会 李先生 就在刚刚 向我求婚了 你跟我实话实说 除了那个姓李大 你还有几个老婆 我想 你都可以 我现在二来个吧 我不能不再沉默下去 我必须要正做起 我现在没什么事 好啊 姓李大 你来的什么心子 我们家花花好心好意 过来照顾你 你怎么跟她动手动脚的 你现在喜欢的那个她 是我们孩子的她 所以这话 丢过我的笑 你先搞清楚 你们俩离婚了 她现在是单身 她有选择的权利 我也有追求她的权利 我想了很久 决定帮你办个 医院康复中心 爷 你对我 真是太好了 老金 各位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电视剧爱情万万对的精彩剧型 一定要记得锁定每晚十九点三十分的中国篮剧场 是的 除了好看的电视剧呢 我们的自办栏目也是同样精彩 让我们一起来先读为快 在最新一集中国新歌声导师对决战中 首战对决的是周杰伦战队的向阳 和汪峰战队的林凯伦 他们一位是无所不能的帅气暖男 一位是暗黑美少女 如此一黑一白激烈碰撞 到底谁能够进入鸟巢冲刺业呢 虽然向阳依然听不懂中文 但是对中文歌曲的挑战是越来越胆大 竟然选唱了自己导师的天台的月光这首歌 依然把它表演成了一个舞台剧的风格 这次让他尝试一下我的歌曲 因为这是一种挑战 这是电影的歌是吧 对 电影里面的歌曲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好像 生活在音乐 享受在音乐的感觉 像之前的舞台也是一样 就是整个舞台当作是演唱会在跑这样 那我觉得它的舞台魅力比我还厉害 我觉得它很多东西不是设计过的去 走到哪个位置啊或干嘛 它是很随心所欲的 有时候你叫他不要这样 他会说老师我知道 不过他还是会这样 杰伦导师对于自己的学员 真是赞不绝口 小编怎么觉得那种骄傲 都表现在脸上了呢 可是却觉得说对方学员真的好难呢 但是一向稳重的汪峰导师 还是很客观地评价了两位的表现 展示了他很全面的才华 很好 包括设计上的转换 当然这个是跟导师有关系的 也充分地给他了很多的 这个空间和时间去发挥他 包括舞台表演 他的放松度这些 那么凯伦 十八岁 他进了我们战队以后 我觉得我听了他的很多demo 我就一直很吃惊凯伦 就一个十八岁的女生 可以有这样的一种 对唱歌的天赋领悟力 肖阳因为唱中文歌就喜欢上了中文 声称自己又多了一个梦想 可以成为写中文歌的歌手 今天真的是 没有什么担心 没有什么压力 这几天真的是非常开心 因为真的真的 我说的是实话 讲不到我可以比到那么远 可以到这边是非常难得的 我非常感谢 不只是可以遇到好多好朋友 也是有杰伦老师 宇勋老师 他们教我的很多很多东西 那最近中文也进步了一点了还好 现在因为比较习惯讲中文了 那又加上了一个新的梦想 就是有一天有可能 我可以当做一个可以写中文歌的一个 制造歌手像杰伦老师一样 十八岁的小女孩林凯伦 就没有向阳那么的向阳了 竟然说着说着就哭哭啼啼了起来 而且哭得还那么有韵律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个夏天可以认识到他们 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热爱音乐 然后我想要谢谢老师 老师 一开始我还以为 啊 怎么了 这怎么回 你又给人家换歌是不是 就是没有了 跟你说他准备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的 就是 而且这个哭声 就是 老师 你一点都不高了 他就是个大暖男 你知道 你知道你用这样的语气说出来 特别像不是 不相信 他这个语气 他经常带我们去吃东西 然后黑金就是一直跟我们会聊天 然后给予我们的帮助 不只是只是关于这个比赛 而是对我们的未来都有很多的帮助 所以很谢谢老师 向阳和林凯伦的对决比赛 不能说是旗鼓相当 只能说两人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赛 听一下五十一位评审团的代表 是怎么评价的吧 向阳呢 他今天的表现 感觉上是无所不能 然后中文的 英文的 爵士的 beatbox的 抒情的 节奏的 再加上还会弹吉他 还会口气 然后在舞台上的那个感觉是悠悠自在 所以 我个人认为 向阳的表现是 胜出一筹 凯伦今天给我的感觉是他十八岁 他还有无限的可能 非常地有潜力 我还看不出他未来到底还能够发现到哪里 我很希望给他这个机会 最终向阳获得四十一票 林凯伦获得十票 向阳赢得了进入鸟巢冲刺业的机会 周杰伦战队 对决汪峰战队的结果 已经出来了 票数是 向阳 四十一票 林凯伦 十票 胜输的是 向阳 恭喜向阳 可以代表周杰伦导师的战队进入鸟巢冲刺业 恭喜你的绝缘 来有请 也许这个舞台有着太大的魔力 让世界各地的人蜂拥而至来参加比赛 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其实对于他们大部分人来说 已经不单单是一场场比赛了 而是一次次音乐的交流和音乐的盛点 其实这个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场比赛 是一个音乐上的交流 我觉得自己在整个过程中 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进步 所以我已经很开心了 谢谢王冯老师 林凯伦在2016年这样一个严热的夏天 在新歌声的舞台上 给我们留下难忘的歌声 让我们记住18岁 来自美国加州 拥有慵懒嗓音的华裔酷爽美少女 林凯伦 并让我们恭喜向阳 今天的中国蓝速递结束之后 还将带来怎样的精彩节目呢 让我们一起来抢先看 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 但是我誓死会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 小仙入队 战力升级 叶璇 张丹峰 汪东成 李文汉 冉盈影 童玉轩 西万 胡珊如 刘轩 好吧 别看吧 吵架 实力对阵老炮队 杀意 沈丹萍 寇振海 万峰 两军人马再度交风 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话题 夫妻到底该不该看对方的手 节目现场战火十足 高潮迭起 他太多 快看 别看 偷看 心里有鬼 话题升级 惊喜不断 这我能忍吗 不能原谅他 大度一点 爱就得真爱 黑金才艺的爱 你敢说你这辈子只爱一个人吗 只能爱一个人 来来来 问心无愧 精彩内容 精彩本期颜值大作战 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蓝素地的全部内容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长根 我是杰逸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 下期节目